而去年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立之后 立陶宛被中国处处打压刁难 原本要消亡 中国的一批立陶宛兰姆酒是被拒绝入关 台湾烟酒公司出售相助买下 每瓶单价售600块台币 却遭到质疑 同款酒在中国店上来看看 大概30块人民币左右 所以折合台币大概是135块 所以他们就说了根本把台湾人当盘子 但是男星柯宇伦是秀出了欧洲香港价格打脸 说有人刻意带风向 民进党立委召开记者会宣布台欧议会友好协会成立 台欧关系再升温 包含立陶宛政府去年底同意我国以台湾名义 开设驻立陶宛代表处 却遭中国恶意报复 去年12月由立陶宛生产破两万瓶深色莱姆酒 遭中国砍单在通关时拒绝 台湾烟酒公司出面全数收购 却有网友带风向质疑 这瓶酒在中国售价是31元人民币 台湾单瓶却售价600元新台币 贵3.6倍被当盘子 中国的定价的说法 我想那种酒大概不大敢喝 蔡世英突破价格差异盲点 柯宇伦脸书则贴出 同宽酒在产地和香港的售价 欧元对台币是1比31.44 产地500某卖480元 港币对台币是1比3.56 香港500某卖到740元 台湾600元还是700某 酸带风向去对电风扇安 不要当资讯落差的文盲 台湾烟酒董事长也留言 感谢仗义直言 网友则刷一排 要不要查查是不是真酒 可能只有瓶子是真的 民众乐见台湾走向世界 展现台力友谊 二一抹黑不止没有效果 更坚定国人用新台币力挺到底决心 三菱新闻林书贤 文文轩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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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